你知不知道根据中国刑法第347条 制作冰毒50克以上 就可以判死刑了 我估计你不是论课了吧 你得论蹲算了吧 第34次 我替你接啊 听着张队的话 蔡天明知道 再咬牙不说也没什么意义 于是他说出了事情始末 他告诉张队 货车是帮他运送原材料的 而他要在短时间内制作完成交给哈哈哥 下线 李正彪 手机里的数字短信什么意思 以前穿户记的代码 最后一条短信什么意思 186 149 18今晚614金海96金 07马909店六二昌 95哥 24金11哈哈 今晚金海金马酒店 唱歌姐哈哈 哪个穿户台的代码 下讯 文言小贝立即展开调查 最终确认蔡天明并没有说谎 随后蔡天明告诉张队 唱歌本名黎树昌 是黎正彪的侄子 和哈哈哥并不认识 今晚他答应坐东 为二人引见对方 话音刚落 手机铃声再次响起 知道再不接必然会引起麻烦 蔡天明只能再交代 他告诉张队 自己还有两个徒弟 在鄂州还有一间更大的工厂 他可以通知货车去那里 我不接这笔货 李正彪会怀疑的 我不想判死 先给我个机会带罪雷工 我只只想换一个死换 听着蔡天明的话 再看看那不断响起的铃声 张队也知道 再拖下去 必然会让对方有所怀疑 那样的话 他就无法抓捕李正彪了 为了将这个幕后黑手逮捕归案 张队接纳了蔡天明的提议 安排其接听了电话 通知货车前往鄂州交接 看着货车突然调转方向 岳江同事和张队属下立即跟上 前往鄂州等待收网 而张队和小贝等人则开始精心打扮 准备率先前往酒店见哈哈哥 了解其为人后假扮去见黎束昌 知道这些人都是难对付之人 临行前 小贝将薄荷糖取来 将其碾压成粉末代替面粉 装入鼻烟壶中以备不测 做好一切准备后 众人便驱车赶往酒店 一路上 蔡天明都将黎束昌的所有交代 好让张队能做到以假乱真 等来到酒店后 小贝等人办理了入主 在房间和包厢都安装了监视器和窃听器 要将哈哈哥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 等这些都准备好后 蔡天明便带着张队坐着专车赶到 进门之前 张队特意在走廊镜头装了一枚微型摄像机 然后便跟着蔡天明进入包厢 明哥 大嫂 哈哈哥 好兄弟啊 你的性病怎么都他妈的长到脸上了 啊 哈哈哈哈 唱歌 哈哈哥 哈哈哈哈 见自己这么热情 张队却一点反应没有 哈哈哥并未在意 而是盛情将其邀请到饭桌上 明白这些都是哈哈哥为了试探自己 张队并未上当 而是故意坐到了另一张椅子上 与此同时 酒店中的监视人员也发现了黎束昌 小贝健壮 立刻命远前去拍照 收到命令后 女警果断化身成漂亮姑娘 借着拍照的机会来到黎束昌身边 偷偷用包中的微型相机拍了照 此时房间中 哈哈哥正在向张队介绍自己的实例